这个大老婆也算是我们的朋友了 对不对 美伦的董作 同车小三 就是何如云的老公 对不对 老公 何如云说 犯菊妹毁了我的婚姻 到底是谁去抱这个料 让人家来拍 绝对不是何如云 你说拍到这个 对 因为我跟讲 王敏祺其实如果在台北啪啪照 其实也不太有人会认得他 因为就是一个普通人 也不是说 就是那个辨识度那么高 而且他是偶尔才来台北出差 对不对 就是花莲美人的小 等于现在要接班当老板了 对 老板 好 那这个范菊妹 就是说 好 就是说应该是在 就是说常常陪他去应酬 吃饭什么 这个范菊妹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是把他冠上叫范菊妹 可是被拍到这么清楚 拍到在进出这么多的地方 当然何如云会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没什么资格 去批评他了 因为你都离婚了嘛 那他老公要跟谁吃饭 要跟谁出去跑脱什么之类的 其实他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了 可是他会讲说 范菊妹毁了我的婚姻 也许他讲的是不是这个人 还是还有其他的饭菊妹 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王敏奇从结婚 那时候跟何如云站豪门婚姻结了之后 其实结婚第一年嘛 那时候大家都跑这个新闻 第一年的时候就已经 何如云那时候已经哭闹着 他要离婚嘛 因为就是王敏奇也是 一天被拍到三个还四个约会的一个对象 那一次是闹得很大 那何如云觉得说我刚结婚 刚加入豪门 那时候孩子都还没生 你知道吗 那你就会拍到这个样子 就是说面子是挂不住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不要这个婚姻 那时候王敏奇是苦苦追求 把他追回来的 可能还有立下这个 什么状之类的 再也不会犯什么样的错误 等等等等的 所以他就安心地去 当他少奶奶嘛 在那边相夫叫子 后来啪啪啪啪 两个孩子生出来 他后来有讲说 这个两个孩子是用 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生的 因为那时候可能会比较难生 就是说终于也生了两个儿子 那在他们家是很有面子的 可是他是后来 就是婚姻婚变之后 何如云才讲出来 他说其实虽然有卡可以刷 但是他们是没有零用钱的 他加入这个豪门 可能觉得豪门会认为说 那你在有卡可以刷 没有零用钱 然后就所有事情都时报时销 应该是这个样子 而且刷卡其实马上就想 你一刷卡 马上这个主卡会嗶嗶会响 对不对 你怎么刷这个卡 而且你在我们饭店里面 你还需要刷什么卡 还要花什么钱 饭店你什么都有了 真是飞不出的龙中鸟 可是后来我们就发现 何如云怎么会到台北来 然后他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就是说 类似生活精品的名牌 然后在百合公司有社柜 所以我跟你讲 只要是加入豪门的媳妇 尤其明星 如果他开始有付出的动作 其实就是家里有些问题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 我刚刚讲那个重点 豪门媳妇需要出来 开始在创业也好 需要复工去工作 甚至于复出去接戏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说内部家庭 发现一个很大的引流 甚至于后来他离婚之后 他来讲 就是说其实呢 他真的就是出来创业 去接戏 或者说客串演出 回去都会遭受到 婆婆会讲说 我们家需要你去赚这个钱吗 那他的 王敏其实讲说 其实何如云曾经答应过 他的公公说 我不会再付出 抛头肉面去做演艺工作 那直到他公公去世之后 他就立刻就付出了 所以他老公也不能原谅说 那你明明答应过 为什么就说 你最后还是把持不住 你就这么要 我们家就真的 这么缺你这个钱吗 当然不是缺这个钱 绝对不会缺他 拍戏能够做多少钱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刚赌林讲中了 龙中鸟 尤其在花莲那个地区 他是不是会觉得说 那随着孩子慢慢大了 或甚至于就是说 有时候零用钱 搞不好还要时报时效 或是要请领才有 他并没有付他薪水等等的 那他可能觉得说 那我觉得他一定是担心的 一定是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才会希望说 自己能够去赚一点钱 让自己能够 万一真的有那一天 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 自己的安全感 对 孩子也大了 你也不能每天光在那边 光看海 每天看海 你也挺笑的 那边真的是看海的日子 而且你说 它是不是危机感是对的 现在不是落实了吗 就真的走到这一步 那现在还打官司 还要法院出庭 然后每次出来哭哭啼啼的 然后两个孩子 都被送到新加坡去 电话也不接 连面也见不到 那我觉得就一个妈妈来讲 是真的情何以堪 尤其何如云 这样那么爱小孩 这样的喜尽千华 嫁到花莲去 然后付出了十多年 结果现在换来是这个样子 也不会有什么好复的 不可能 然后再次进行的 再次进行的 然后再次进行的 再次进行的